虽然我们信奉这种共产主义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是傻逼 正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并且了解马克思 还有黑格尔这种辩证法 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这种大势 和未来更加了解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黑格尔辩证法 还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来推导出未来世界的样子 哪怕这个世界未来以后 将是美国人的天下 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只能做到说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永远只能去适应这个趋势 你不能说 你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你只能去适应这个趋势 哪怕未来是美国人统治天下 你也得去适应 那也没什么 那这也没什么可丢人的 对不对 美国人统治 那就美国人统治呗 那有什么丢人呢 对不对 那有什么丢人呢 丢人不丢人 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只要我们用 用裸体去分析 用心去感受 我们的分析呢 就是正确的 只要他是正确的 不管他是什么 不管他符不符合 什么政治正确 什么这些东西的 我们都要去积极的去面对他 而不能去 给自己套上一个什么枷锁 然后强迫自己去相信某一个虚假的一个事实 这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就是事实 哪怕这个事实我们不想看到 那也得去相信 哪怕对吧 哪怕未来美国人统治全世界 那我们也得准备好 只能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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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